然後我們要介紹的東西叫做波速 所謂的波速就是波前進的 波前進的速度叫做波速 根據那什麼叫速度 請問你 100公尺跑10秒鐘速度多快 怎麼快 每秒10公尺怎麼算 100除以10 花多久時間走多遠嗎 那剛才已經講過了 借振動一次產生一個全波前進的波長 歷史一個週期嘛 所以一個週期走一個波長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公式叫做t分之爛檔 經過一個週期走一個波長 t分之爛檔 然後就等於f乘以爛檔 為什麼 為什麼t分之爛檔就變成f乘以爛檔 因為週期跟頻密有什麼關係 親密關係 互為倒數 所以t分之1就是爛檔 所以我們計算波速的公式就是這樣 v等於t分之爛檔 等於f乘以爛檔 波長除以週期 或者是頻率乘以波長 就是我們計算波速的公式的方法 所以請你記住波速要怎麼算 這個是對所有的波都可以這樣子算 任何波動都可以這樣子算 什麼光波、水波、神波都可以這樣子算 只要你能夠知道週期 只要你能夠知道頻率 只要你能夠知道波長 你就會算出來波速 那麼 未來我們聲音還會交另外一種公式 那是對比聲音來講的公式 那是用在聲音上面 而這個是用在所有的波上面 都是這樣算 t分之爛檔等於f乘以爛檔 波速 那麼重點 重點 波速指跟介質的總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圓的震幅及頻率無關 什麼意思啊 就是啊 有一個水 有一個水 你點一下 速度是每秒10公分 點兩下呢 還是每秒10公分 很快的點三下呢 還是每秒10公分 跟頻率無關 輕輕點 每秒10公分 用力點 還是每秒10公分 跟政府無關 所以 波速指跟介質的總類 總類 你是水 你是水 還是空氣 還是彈簧 還是什麼 叫做總類 狀態 深水還是潛水 鬆彈簧還是緊彈簧 熱風氣還是冷風氣 所以 波速指跟介質的總類及狀態有關 跟波圓的政府跟頻率無關 通常 細繩 深水 緊彈簧 熱風氣 傳播比較快 國中生基本上只教 熱風氣傳播比較快 然後 你們幾年前的學長在考 復習考試的時候 出現好多題又是 深水傳播比較快 不過這個原則上 國中生是沒有教的 國中生沒有教的 就看一看 細繩 深水緊彈簧 熱風氣 傳播比較快 要做波速指跟介質的總類及狀態有關